国防部说明国军官兵今年违反军纪案件的状况 在统计500个案件里吸毒就占300多件 其次则是酒驾的109件 而性骚扰案有36件 今审议成立22件 国防部明天将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专案报告 国防部总督察常市军纪督察处处长庄会安就新进国军军纪状况 作为提出说明书面报告已送到立法院 庄会安指出经106郭军年照神军纪案件继381件 较去105年500件减少119件 显示整体军纪状况已有改善 但年度内人有少数官兵违反军纪及未落实工作纪律等情势 制着伤军欲 在官兵吸食毒品方面 年度照神官士兵营外涉及毒品遭警察获案系15件 令各级部队队入五星兵休假反营等人员实施尿液筛减 复验呈阳性反应系311件 而在酒后驾骑车方面 庄会安指出国军尊政府酒驾零容忍政策 陆立执行酒驾房处相关作为 但年来人照声音外酒驾案系109件军事官兵新曾侥幸所致 他强调 设饭酒驾人员国防部及各级部队军一路海空军惩罚法 和与行政重诚并管制太除令国防部于今106年9月 要求各级部队却遵有工作时有报偿原则 凡因酒驾肇事未能扶勤者 采听发情无价起作法执行后 酒驾案每月照发平均值以由12件降低为5件 达贺阻效果 至于违反风纪事件 他说国防部年来官兵营外涉足不当场所 违反不当男女关系案 纪6件灼伤国军军域全案陆海空军惩罚法和与行政重诚 并分就内部管理人员考管 法纪教育等检讨经济以多类案 而在逾越性别奋纪部分 国军年来受理性骚扰案纪36件 经审议成立22件 少数官兵性别平权意识不足 针对性骚扰深度事件 按国军人员性骚扰处理及性侵害预防实施 规定成立性骚扰深度会实施调查及审议 查有部法 依规定严惩并移送司法侦办 而在作业纪律为师 方面 您来照深营内外训练及工作时 慎案纪20件造成人员装备损伤 提醒您禁止酒驾 饮酒过量有碍健康 国防部指出 经106国军年照神军纪案件计381件 较去105年500件减少119件 显示整体军纪状况已有改善 但年度内人有少数官兵违反军纪及未落实工作纪律等情势 制着伤军与反射国防部书面报告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